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是有一份真龙之行 贺平也俯首赞同 贺师傅 秦师傅 你们的意思是前面这山脉有龙脉 后面的莫永新听到两人的对话 娇嫩的脸上闪过喜色 这一个礼拜众人风餐露宿的可着实不轻松 莫小姐 只是有可能没有实地勘察过 还不敢保证 秦宇回头冲莫永新说 龙脉哪里这么好寻的 除了要有龙形 还得具有气力变化 杀 石 象 味 缺一不可 那就快点走吧 妈的 这破地方可是憋死我了 莫永新在一旁嚷嚷道 这一个礼拜最难受的就是他了 整天爬山涉水的 晚上又睡在帐篷里 莫大少爷早就不耐烦了 一行人继续前进着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这地图画出来的最后一条山脉 只见崇山峻岭 郁郁葱葱 山脉连绵不断 高低起伏 贺平凝视了一会儿山脉 和秦宇交换了一个眼神 解下身上的背包 从里面掏出一节木头 这木头颜色暗红 不似一般的木料 上面雕刻着一些密密麻麻的图案 贺平丢下背包 指身拿着木头往前方走去 秦宇回头 给了众人一个在原地不动的示意 随后 目光就和众人一起望向了贺平 但见贺平一人走在山脉脚下的一片空旷地方 将手中木头高举 一声大喝 木头直接插进地表一寸 他这是在干嘛 莫永兴在一旁疑惑 朝秦宇问道 贺师傅是在确定这底下是否有龙脉 拿个木头擦一下 就能确定有没有龙脉 莫永兴撇了撇嘴 脸上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这么多天来 就算对风水一无所知 这静木者黑 他也多少懂得点龙脉的难寻 不要小看了这一根木头 这不是普通的木头 在我们风水一行中 有一个特殊的叫法 望龙木 这木头是采自昆仑山的百年沉香木做成的 所以颜色略显暗则 天下龙脉 尽出昆仑 这昆仑山的沉香木 对于龙脉的气息是最敏感的 不信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秦宇出生解释了一下 望龙木 在古代风水师手上的应用很广泛 是寻龙定穴必备的器物 而且这望龙木表面雕刻的图案 也不是普通的图案 是风水师特用的寻龙分金图 贺平把望龙木擦进地表两刻钟后 才伸手拔了出来 仔细观察着木头的变化 良久 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 冲着这边喊道 没错 这里确实有龙脉的存在 一听到贺平的话语 众人神情振奋 这寻找了这么久 总算是有眉目了 一伙人快速走了过去 贺平直接把望龙木递给了秦宇 望龙木底端略沉 且色泽更加暗淡 秦宇观察了一番后 又放在鼻子嗅了嗅 继续说 这底端散发的香味浓郁 这里有龙脉是无疑了 这里山峰这么多 就算确定有龙脉 这一时半会儿也不好找寻呀 莫永心望着前方的绵延山脉 柳眉皱皱 莫小姐 那接下来就要看秦兄弟的了 贺平哈哈大笑 朝秦宇一直说 秦兄弟 该你给我们露一手了 秦宇点了点头 他的寻龙盘 正是寻找龙脉的法器 眼下大范围已经确立下来了 凭借寻龙盘的感应能力 寻找到龙脉潜伏之地 也就不怎么困难了 拿出寻龙盘 秦宇双膝盘腿 端坐在地上 寻龙盘平放在地上 双手截着特殊的手印 抱怨手艺 静坐不动 这块破烂的罗盘就是法器 莫永心盯着地上 残居了一脚的罗盘 满脸疑惑 按照他的理解 法器自然是应该金光万丈 这样才对得起他的身份 眼前的这块罗盘 颜色幽黑 还残缺了一块 实在看不出半点灵异之处 莫永心 眉脚协跳 淡淡地扫了一家自家弟弟 后者赶忙闭上嘴 贺平在一旁 倒是无心理会莫永心的话语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罗盘 这块罗盘 他只能确定是一件法器 但是到底是有什么功效 他也不清楚 寻龙盘 起 秦宇保持蹲坐的身姿 一盏茶的时间 莫然 双眸睁开 手势一变 一指指向寻龙盘 随着秦宇的一指指出 地上的寻龙盘 一声轰鸣 一道肉眼可见的五爪金龙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 一声怒吼 从那残缺的一脚冲出 朝着一个方向 呼啸而去 这 卧槽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莫永心的一声惊叫 把众人从刚才的意象中换回 尤其是那些保镖 刚刚五爪金龙出现的瞬间 就连他们都被吸引了 放松了对四周的警惕 如果刚刚有敌人突然袭击 恐怕他们压根就没有时间反应 莫永心的红唇微章 精致的脸上还保持着惊恶的神情 这就是风水师所说的法器吗 怪不得秦宇不肯卖 这东西不论功效 光刚刚这华夏人民心中的五爪金龙 这件罗盘就可以算是无价之宝了 寻龙盘 这世上还真有这种法器的存在 看来师父说的对 法器有缘者得知 秦宇这寻龙盘 幸亏是到了你的手里 不然我最多只把它当作一件普通的法器而已 这一刻 贺平看向秦宇的目光充满了敬佩 能够认出寻龙盘 并且使用它 秦宇在风水上的造诣毫不逊色于它 贺师父 我也是机缘巧合才发现这寻龙盘 秦宇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他可不希望自己成为众人的关注的重点 门声发大财才符合他的性格 而且催动寻龙盘 是异常耗费他的精气神的 此刻整个人的脸色都苍白了一分 有了这寻龙盘的指引 找到龙脉的具体位置就不难了 贺平当下朝着五爪金龙的方向追去 莫永兴也快速跟了上去 哎哟 我说你们倒是扶我一把 秦宇现在整个人都软绵绵的毫无力气 相比第一次催动寻龙盘 此次精神上倒是比上次好数多了 嗯 谢谢 正当秦宇赴匪的时候 一双玉臂伸了过来 秦宇抬眼 莫永兴站在一旁 这手臂正是他伸出来的 想必是看出了秦宇的情况不太好 秦宇也不交警 抓住莫永兴的手 借力给站了起来 只是这百来斤的重量压在一条手臂上 莫永兴不仅身体失衡 整个人往前轻了两步 恰好和秦宇起身 撞个正折 软香入怀 秦宇只感觉脸部蹭到一块软软的 充满弹性的地方 整个人还没站起 又被撞到向下倒去 来不及思考 双手赶紧搂住身前的人 只是这位置有点尴尬 双手刚好抓住了莫永兴的翘臀 一股惊人的弹力从手上传来 秦宇马上清醒了过来 连忙收挥双手 栽倒在地上 莫永兴的双颊飞红 一片红韵 刚清雨的头部蹭到她的胸前 就像一股暖流划过 尤其是这家伙的头部 还在那蹭动了几下 一股痒痒的感觉瞬间冲击脑海 让她整个人都要软了下来 说不出的特殊感受 哎哟 瞧着坐在地上 这个装傻冲愣的家伙 莫永兴心中更是气恼 自己身上从来没有被异性摸过的两处地方 竟然全被这家伙摸了个够 神情略微惊慌地扫尸了四周一下 发现众人都已经跟着贺平往前走了 没人看到这边的情况 这才心安了一点 还坐在地上干嘛 人都走光了 莫永兴翘目微跳 横了秦宇一眼 静止朝前方走去 没发火 万幸啊 秦宇确实是坐在地上装傻 这栽倒栽地的一瞬间 他就完全心形过来了 自己都干了什么 貌似女孩子最在乎的两个地方都被自己给碰触到了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就怕人家不相信呢 秦宇只好坐在地上 索性装晕 莫永兴快步离开 紧身牛仔户 紧紧兜着他的翘臀 走起路来轻柔扭动 想到刚刚手部摸过这块柔软 充满弹性的地方 秦宇腹部一阵火热 恨不得上去抓住这臀部 狠狠揉捏 不过这想法也就只是一瞬间 秦宇随即就挥挥头 驱散了内心的荒唐想法 喂 你和我老姐在后面磨刺什么呢 我怎么看着我姐的脸颊通红的 秦宇起身跟上大部队的时候 莫永兴走到她的身边 用手肘撞了撞她的左筋纹道 没什么 就谈论了一下龙脉的事情 秦宇回答 骗鬼吧 讨论龙脉我老姐会脸红 莫永兴不信 想要继续追问 莫永兴唯独瞧见两人鬼鬼祟祟的样子 眼皮跳动 视线横扫了过来 真没其他的 就是讨论龙脉的事情 秦宇被这姐弟双重目光的夹鸡 弄得无奈 只得快步离开 相比之下 还是去和贺师傅一起 更舒服点 请不吝点赞 订订订阅